遂寒乃至松柏之后凋野 苏丹燃起的战火 提醒我们战狼不是虚构的动作片 霸气的小护照帮不上美国人 但五星红旗确实是硬通货 当我们的敌人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的时候 做好我们自己 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大家好我是国业牧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这几天我其实一直在关注苏丹发生的事情 因为事情多时间少 而且病还没有好利索 所以也就没太顾得上这摊子事 现在终于算是腾出了点时间 可以好好为我们的苏丹撤侨出一起节目了 正巧我今天看到我们国防部发声了 海军的南宁舰 三亚舰和威山湖舰 都将奔赴苏丹执行协助撤侨任务 考虑到苏丹目前的情况和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我觉得这回咱们的外交部和解放军 简直就是把《战狼2》、《红海行动》和《万里归途》三部电影的剧情整合到了一块 以现实世界为舞台 联手为我们贡献了一部大气磅礴的主旋律剧制 说到《战狼2》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片中有这样一幕 吴京饰演的冷风 正准备开着吉普车去华资工厂 撤离我们的侨胞和当地的无辜民众 这时坐在他旁边的由卢靖山饰演的美国女医生发话了 说在这么危险的时候更应该去美国领事馆 那里有美国海军陆战队 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关闭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这个答复 卢靖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F开头的优美的美国话脱口 《战狼2》这部片子的剧情没有多复杂 按理说其实不算是一部很惊得起反复品味细节的电影 但有时候老天爷他就是喜欢拿现实 和你开玩笑 一结合现实 《战狼2》的格局和深度立刻就不一样了 我当初以为他是动作片 后来觉得是教育片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吴京拍的其实是计时片 卢靖山为什么要发脾气呢 因为美国大使馆和负责大使馆警卫工作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先卷铺跑了 更不要说协助他们这些滞留战区的美国公民撤离 人家压根连据安慰你的场变化都懒得说 而在现实中 在这次爆发的苏丹武装暴力冲突中 美军其实是出兵帮助滞留在战区的相关人员撤离了 不过能享受到核枪实弹的美国大兵所提供的安全感的 仅限于包括美国外交官在内的极少数大官显贵 可问题是哪怕是按保守估计 苏丹境内滞留的美国公民也有1.6万人之重 要按美国政府之前从阿富汗撤人的那个证实来评估的话 这趟要想把这1.6万美国公民都完整的撤出苏丹 怎么着不得出动几个航母编队啊 然而苏丹终究还是逼不上阿富汗 美国政府这回没这么舍得了 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早在当地时间4月21日就把话说开了 苏丹的情况和阿富汗不能比 协助撤离海外的美国公民本来就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标准程序 阿富汗那次不是常态只是个例外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也说了 那些滞留苏丹的美国公民不要指望美国政府会来把他们接走 美国政府能动用的资源很有限 要用来协助撤离政府人员 至于非政府人员那就只能建议他们找好避难所 老老实实待着再找个十字架多笔划几圈 剩下的就只能交给他们的上帝了 中国护照的后面或许没有写着犯我强悍虽远必诛 但是你在关键时刻拿着它是真的可以脱离险境的 美国护照的后面或许有用隐形墨水写着的 美利坚合众国是你永远的坚强后盾 但真要拿到太阳底下显影了 照出来的其实还是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我之前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 为什么美国那么多家庭夹夹夹呼呼都喜欢在自己的房子门前 悬挂一面新条旗呢 就连漂泊在城市街头的流浪汉也喜欢拿新条旗当被子盖在身上 可为什么偏偏在利比亚 在也门 在苏丹的战乱地区 我怎么就看不到有多少美国的撤离车队上挂出过新条旗呢 这种时候难道不是更应该让新条旗的威风抖擞出来 给交战的各路军阀武装来一点小小的美国震撼 好让他们知难而退 给高贵的美国人让出一条通天大道来吗 在那么多美国的影视作品里头 新条旗的元素随处可见 别说是美国队长这种根正苗栏的美国军人了 就连神奇女侠这种在地中海土生土长的 和美国十八竿子打不着一块去的希腊神话人物 身上穿的也是从新条旗上提取出来的那几个颜色 要说你们美国人那么爱国 那么热爱美国的新条旗 我觉得吧你们没法给复仇者联盟和正义联盟打电话 喊超级英雄来帮忙撤侨也就算了 毕竟美国的电话费贵 超级英雄的电话经常打不通 我能理解 可就算超级英雄来不了 你们美国的撤离队伍在苏丹交战区里挂出几面新条旗来开开路 也不行吗 这没有什么操作难度 都说美国的护照含金量高 我寻思象征着美国国格的新条旗含金量不是更高吗 怎么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了 我们就看不到有美国人愿意把它掏出来 和交战部队兑换点买入财呢 说穿了美国的新条旗和美国民间市场上 大量流通的半自动枪械 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别看这些面向民用市场的半自动枪械 每一把都做工精良 品质工艺 直逼 甚至超过了美军的制式枪械 可他们能派上了用场 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学校 超市 银行这种地方 每一年死在民用半自动枪械下的美国人的数量 都远远超过了美军在海外用制式枪械 打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 就是用来遮掩窝里横的 这就不完 现在发生在苏丹喀土木端 这一幕再一次证明了 用不着以为五星红旗在非洲的战乱地区 就是能当通行证来使用 交战的各方武装势力或许不认识字 但是人家还是识惑的 到底什么样的旗帜才是硬通货 这种东西是骗不了这群人的 那些滞留在战区的外国民众也是最清楚的 为什么战区的交战武装都愿意认呢 为什么中国公民都喜欢挂呢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五星红旗正面硬通货的背后 有中国政府无比坚定的责任心和解放军无比强大的战斗力在为他背书 你可以喜欢他也可以讨厌他 但是你不能无视他的影响力 就好像太阳之于太阳系当中每一颗行星 不管你能感受他所发挥出来的多少光和热 你终究都处在他的引力影响范围之内 至于新朝旗那就不好说了 我倒不是怀疑美国政府的手腕和美军的实力 但是一面旗帜在战区要想成为硬通货 除了他所代表的国家国力要强大之外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他背后那个强大的国家要愿意掏出真金白银来为他背书 否则那就是口头支票 你和绑匪说你和马斯克是亲戚 结果马斯克听说你被绑了 连一个屁都没放 那你这个亲戚攀了和没攀还不是一回声呢 况且就当今美国在世界各国民众心中 那个大善人的形象 很多滞留战区的美国公民 只怕是想挂新条旗也不敢挂 谁敢冒这个险挂一个试试 试试看交战各方哪个愿意出来卖面子的 没准人家看到你的撤离车队上挂着新条旗 那边正打得如火如荼的交战各方 暂时都不朝彼此开火了 直接把枪口对着你这边来了 什么你说你们美国外交部压根就没有给滞留在当地的美国公民安排撤离车队 你说你们的大使馆早就已经被美国大兵们给护送走了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就当我没说好了 伤害这个东西是对比了才有的 当地时间4月23日晚也就是在白宫方面甩锅之后的第三天 负责组织旅居喀土木交战区的中国公民集体撤离的中国驻苏丹大使馆方面已经是干的热火朝天了 在使馆企业和商会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下 到了24日所有到达集合点的中国公民以及家属全部成功撤离 我从前方发回来的视频画面中看到撤离队伍中的不少群众都面带笑容 有人对镜头竖起了大拇指 还有人高举着五星红旗 我们的外交官同志耐心的给每一位还没到达撤离点的同胞打电话 通知他们准备好参加下一批次的撤离 看到我们的女外交官戴着头盔身穿防弹衣的模样 我再一次深刻的领悟到了中华儿女多旗帜 不爱红装爱武装这句豪言的风采 看着我们外交官同志的这个形象 我的脑海里头突然冒出来一个有点年代感的词汇指战员 我不知道现在在看这个内容的同志和朋友 有多少人还记得指战员这个说法的 这个说法是由我们的红军在当年创造出来的 意在和军阀部队中旧的上下级指代关系区分开来 在军阀的部队中领头带兵的军官被称为长官 而在长官以下的其他部队成员 比如扛枪的叫士兵 掌勺的叫火夫 喂马的叫马夫 开车的叫车夫 养猪的叫猪官 大伙的称谓都有很鲜明的职业 很具象化 和高高在上 而且在概念上相当抽象的长官风格迥异 就算不知道他们的军衔职务 普通人一听这样的称谓 也能一下子就看明白 军阀部队中官兵之间的阶级落差 但是红军不是这样的 因为自身鲜明的阶级立场 红军部队中的指挥人员天然就很排斥 是长官这种叫法 取而代之的是指战员这个新称谓 意思是负责指挥和战斗的人员 除此之外 红军部队中的其他战士也有相似对应的称谓 比如士兵叫战斗员 厨师叫吹士员 负责照顾动物的同志叫饲养员 负责保卫总部机关安全的战士叫警卫员 救死扶伤的医生叫卫生员 而所有这些人员合计起来 就统称为八大员 八大员这套全新的称谓规则 从此为我们的革命队伍注入了一股名为官兵平等的红色基因 这股子基因跟着我们的红军走过了长征路 跟着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打跑了小日本鬼子 跟着我们的解放军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反动统治 跟着我们的志愿军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 推回了38度线以南 直到现在这股红色基因依然在深刻的影响着我们 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它不仅早已成为我们人民军队的肌肉记忆 而且也成为了所有奋斗在其他岗位上的同志们的实践准则 谁说外交官这份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 拿着遥控器吹空调 整天就是看看资料 签签文件 喝喝咖啡 不是在宴会厅上和各路达官显贵 公筹交错 就是在美光灯下跟诸位媒体近视 谈笑风生的 这种刻板印象或许挺适合套在 以美国外交官为代表的西方外交官的身上 但我反正在我们驻苏丹大使馆的 中国外交官身上没看到 不光是在他们的身上 我在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的外交官身上也没看到 在中国驻也门大使馆的外交官身上还是没看到 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外交官身上更是没有看到 我看到的是我们的外交官在战火纷飞的热点地区奔波劳碌 头戴防弹头盔 身穿防弹背心 一只手拿着大喇叭 协调撤离群众的队伍秩序 一只手握着对讲机 沟通各方情况 误求做到不辣一人 各个灰头土脸 人人深思历劫 一点也不像西方外交官们在酒桌上的那般身世优雅 反倒更像是一群战斗在一线的战士 手里的大喇叭和对讲机就是他们的钢枪 我觉得此刻的他们就像我们当年的直战员 既要积极指挥也要参加战斗 他们的官员的身份在这一刻被无限的淡化 取而代之的是被无限放大的战士责任 战斗打响了 直战员得第一个冲 战斗结束了 直战员要最后一个撤 无论是在红军 在八路军 在新四军 在解放军 在支援军 在任何一支革命的队伍里 确保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 积极掩护群众安全撤离 都是每一个直战员义不容辞的使命和担当 不只是在70年前的昨天 70年后的今天也一样 正如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说的那样 在有危险需要撤离时 中国大使馆永远撤在最后面 我们中国的外交官是真正在用身体力行去践行革命事业 只有分工不同 没有贵贱之分 这句教诲 这是以美国驻苏丹大使为代表的西方外交官们所不能理解 而且也不屑于去理解的 我知道有些人看不惯我们的外交和宣传部门把撤巧这种事情拿出来大做文章 这些人觉得我们的政府机构不过就是在做分内事做好了是应该的 没有必要大张旗鼓 做不好也应该批判应该严厉批判 可我倒是觉得别管是不是分内事只要我们做的是好事 是正确的事是有意义的事就有必要去宣扬而且要大声宣扬 做了好事不宣扬不留名谁知道你做了好事呢 要是要求所有做事的人都把自己委屈的和穷妖小说里的悲情主人公死的 那以后谁还敢做好事呢 既然打扫干净了屋子我们就应该大大方方的把大门敞开 让所有人瞧瞧瞧瞧瞧咱们的家里收拾的有多奇整规矩 让他们也有个参照系这样一来他们再去参观隔壁那户门前插着新条旗的人家 看到屋里头的一片狼藉他们就知道到底是谁有能力扫干净天下 你们美国政府连你们自家的事都处理的这么马虎大意 连你们自己人的事都这么心不在焉 你们还怎么让别人相信你们有能力去管好全世界的事呢 什么叫做软实力 就是你要跟我合作 你不需要专门去研究我怎么出事的 你只需要看我为人就行了 要是我的为人就能让你信得过 你和我合作做起事来自然也不会差到哪去 我们中国人常说为人处事 为人是排在处事前面 先把人做好再来谈做事 连人都做不好的就没有资格谈做事 远的不说就从现在苏丹撤侨这件事情来看 现在的美国政府给人的感觉就不像是在做个人 可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仍然是幸运的 他们目前还只是撤不走拿着普通护照的公民 充其量就算是露着屁股 等到什么时候他们连拿着外交护照的外交官都撤不了了 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光着屁股了 而且我相信我们距离这一天不会太远 天堵失败再天堵再失败直到躺平 地国主义从来就是这副德行 从来就没有变过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很简单做好我们自己 做给我们自己看 做给天下人看 当我们的敌人连他们自己都做不好的时候 做好我们自己 就是朝他们挥出的最致命一击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吧 中国人民不取不劳的努力必将稳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